嗨,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试一下如何做无棚杀无眼药水 来做史莱姆 那我觉得是很成功的这一次 我还有加上了剪开我的软软来做史莱姆 非常有趣,那我们来看看吧 如果你们想看更多这样子的影片 就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那我们来实验做无棚杀史莱姆吧 首先呢,第一款我们要做的就是用洗发乳 还有T恤泡来做史莱姆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容器,还有一个洗发乳 那我建议大家用攀亭的洗发乳 比较会适合我们做史莱姆 之后呢,我们需要的材料就是T恤泡 那我们加入攀亭洗发水后就加入T恤泡 分量呢,就是多过洗发乳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就要不停的搅拌搅拌 直到两者完全混合在一起 之后呢,我觉得我的T恤泡加太多了 所以我就加入了一点攀亭的洗发水 之后呢,就是不停的搅拌搅拌搅拌 最后呢,就加入一些盐 盐呢,就加入一点点就可以了 如果你加入太多盐的话呢 就会融化掉你的洗发乳 那你的史莱姆就会不成功了 加入一点点的盐呢,可以让它粘稠一点 那你就可以有得到很棒的史莱姆质底了 之后呢,搅拌后就会发现它的史莱姆变粘稠了 之后呢,盖上盖子后就放进冰箱里面45分钟 那放入45分钟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好,它已经凝固了 然后呢,我觉得它的质底是比较水弹水弹一点的 有那一种比较,就是比较水弹 然后,我觉得它其实已经有史莱姆的质底一点点 那你觉得这个实验是成功还是失败呢 在留言那边告诉我 可是呢,你要注意的就是它很快就会融化了 所以你做这个史莱姆的时候 记得把它放进冰箱里面再拿出来玩 第二款呢,就是洗发乳和搭搭粉 对 首先呢,要开始用的就是洗发乳 这次我用的洗发乳就是Dolph的牌子 之后再加入搭搭粉 搭搭粉的分量就是加一小许在那个洗发乳的上面 可是呢,注意就是不要混合 直接放进冰箱45分钟里面 45分钟后呢 呃,我觉得就它已经把我的洗发乳给融化了 或者是我的洗发乳本身就是很融的那一种 这个呢,是我最期待的就是剪开我们的软软 然后用里面的内线做五盆砂史莱姆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容器 之后当然就是需要一个软软啦 那这个软软呢,我一直很好奇它的内线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挤过很多次 然后它内线就是一个白白的东西 而且它弄到那个软软变得很Q 那它里面呢,就是这一种很像黏土这样子的东西 可是它比黏土软,还有比黏土更有拉伸性 然后还比黏土更黏 就是它会很潮湿,然后黏着你的手 就是一个很不明物体这样子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可是我们就把它放进我们容器里面 然后再加入浇水 浇水的分量是一比一 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搅拌均匀 这个部分有一点点的麻烦 然后有一点点的长时间 因为它的那个黏土本身就很难和浇水混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你需要搅拌一段时间后呢 它就会完全跟浇水混合 之后你就会看到一堆白白色的东西 之后呢,当它混合均匀后呢 就加入色素 这个是你要加入也可以,不要加也可以 可是我就加入了一滴绿色的色素 还有一滴红色的色素 搅拌后呢,就是这个很丑的颜色 对,我也很讨厌这个颜色 所以呢,我就决定呢 再加入一滴的红色 哦,是两滴 搅拌后呢,就会有这种紫色的 超美的星空史莱姆的颜色 这样子的东西 最后呢,重点来了就是加入小苏打粉 加入小苏打粉后呢 之后你在搅拌后就会发现它变得越来越粘稠了 已经非常粘稠,已经是到史莱姆的那个境界了 之后你再放置多一下 或是再加入多一点小苏打粉 之后再搅拌搅拌 这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史莱姆已经差不多要成型了 它已经可以从你的容器中完好无缺的拿出来 而且也没有粘着你的容器 这就代表你成功啦 这个史莱姆是真的超好玩 然后它拉伸性超好 然后它的搓声也是超大的 我超爱这个史莱姆 这是我做过最成功的史莱姆 它的卷纹也是超好看的 整个史莱姆就是一个完美的字来形容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史莱姆 那最后一个实验呢 就是用沐浴乳还有洗手液来做史莱姆 到底会不会成功呢 首先呢,就需要加入潘庭的洗发乳 我很建议潘庭洗发乳是因为它是很粘稠的洗发乳 所以你加入里面的时候 它会比较容易凝固 比较容易成为史莱姆 之后再加入洗手液 那它的分量跟洗手乳是1比1 是洗发乳 1比1 之后呢,就不停地搅拌 再加入一些盐 之后再搅拌 呃,可是直觉告诉我 这个应该是一个失败的实验 因为它的超级液体 而且一点也没有凝固的感觉 然后我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45分钟 那45分钟后呢 它的效果还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这个是失败的实验 那今天的影片就结束咯 喜欢这支影片记得按赞并且分享出去 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看到更多史莱姆影片 也可以追踪我的Instagram 还有Facebook 可以看到更多的史莱姆影片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